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五中秋节 那夜自然就是夜晚的意思 所以十五夜望月它题目的意思呢 就是在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夜晚呢 去观看月亮 对不对 那么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这节课需要重点掌握的字 第一个字呢是七 七夕的七 那么我们在写这个七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它的右半边呢是一个夕 第二个是压 压呢是一个牙一个鸟 在大家书写时呢要注意它们的写法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作者王健 他呢是唐代诗人 再一次强调作者所出的朝代 是唐代 字种出 擅长岳府诗 与张吉齐名 所以誓称张王 那么看到张王呢大家要注意张指的是张吉王指的就是王健 我们来看他呢其中是以田家 禅妇 织女 水夫等为题材的诗篇 对当时社会现实呢有所反应 所以他的诗歌通常情况下反映的就是社会现实 那么我们来看他的代表作品都有哪些 主要作品呢有田家行 水夫窑 雨林行 舍虎行 以及古从军等等 那么对作者王健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知道他是唐代诗人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阅读一下诗歌 在阅读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读准字音读准节奏 每一个字呢要注意他们的读音 同时呢诗歌具有不同的节奏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格外注意诗歌他的一个节奏 十五页网月唐王健再一次强调作者以及他的朝代 我们来看诗歌 中庭地白树七鸭 冷露无声诗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旺 不知秋思落谁家 那么第一遍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呢 要能够掌握诗歌他的大概的意思 先来看前面两句 中庭地白树七鸭 冷露无声诗桂花 首先呢第一个词是中庭 中庭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将它反过来变成庭中 庭呢是庭院 那么中庭的意思自然指的就是庭院中 地白是什么意思 那大家来想象一下 因为这首诗的题目是十五页望月 对不对 那么八月十五中秋节呀 月亮是又大又圆又亮 那么月光洒在地上 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呢 它是一片白的对不对 所以把它叫做地白 指的就是月光呢 洒在地上的样子 树七鸭 那么树上栖息着什么呀 鸭那么这里边指的就是一种鸟 再来看冷露无声诗桂花 露是露水 冷露说明季节 此时此刻已经有点凉了 对不对 无声诗桂花 那么由此前两句的意思就是 庭院的地面呢 雪白 雪白的原因就是月光照耀 树上栖息着雀鸭 秋露点点 无声打湿了院中的桂花 那么冷露无声诗桂花 露珠打湿了桂花 那么前两句话的意思呢 我们也要知道 来看后面两句 今夜月明人尽望 不知秋思落谁家 那么这两句呢 其实很好理解 今夜月明人尽望 尽望都在什么呀 观看月亮 对不对 不知秋思落谁家 不知道秋日的情思落在了谁家 所以整合一下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今夜明月当空 世间人人都仰望 那就是人尽望 接着是 不知道这秋日情思可以落到谁家 那么第一变读呢 我们对诗歌 它的大概意思呢 要掌握 第二变读的时候呢 要能够体会诗歌的韵味 与此同时呢 重点掌握的就是诗歌 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那么每首诗歌呢 作者通过来描写 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那么诗歌的思想感情 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重点 我们先来看前面两句 前面两句 地树七鸭 这三个字呢 是朴实简洁 并且非常的凝面 树上栖息着鸭雀 既写出了鸭雀七树的一个形状 同时呢 还是为了什么呢 烘托月夜的寂静 那么树中呢 已经栖息着鸭雀 连鸭雀都已经怎么样 栖息在了树上 那由此呀 可以看出啊 月夜十分的安静 寂静 那么诗的第一句呢 明写赏月的环境 对不对 而暗写人情 人物情态 那么经念而含蓄 第二句则是承接上句 进一步呢 抒发渲染中秋之夜 那第二句 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吧 描写了冷气席人 冷露无声 施桂花 那么冷这个字 就是冷气席人 并且呢 又写出了桂花 那么露珠呢 无声无息的 打湿了桂花 又描写出了桂花 遗人的一个啊 情景 所以前面两句呢 重点呢 就是啊 警务的描写 我们来看后面两句 今夜月明 人尽旺 不知秋思 落谁家 那么这个 落字写得非常的好 落字呢 心颖妥贴 不同凡响 它给人呢 是生动形象的感觉 仿佛这个秋思 你能够看得见 对不对 看得见 它已经落在了 谁家 那么这个落字呢 就让这个秋思呢 具体可感 仿佛那秋思 随着银月的青灰 一起啊 洒落人间 它的后两句 采用的是 忽然荡开的写法 从一群人的望月 说到人尽望 每个人呢 都在观赏月亮 而联想到 天下人的望月 又有赏月的活动呢 升华到了 私人怀远 已经扩大 含蓄而不露 那么在这里边 由赏月 来想到秋思 那么来表达 作者自己的秋思 他不说自己有秋思 而是借由秋思 落入谁家 来进行表达吧 诗人是通过 怎样的方式 来表达他的秋思的 是直接来写吗 不是 而是 怅然于家人离散 因而由月宫的七卿 引出了入骨的秋思之情 我们来看 在表现的时候呢 他并不是直接来表现 而是用了一个 疑问语气 那么就是 落谁家 对不对 明明自己在怀人 却说不知秋思 落谁家 把诗人对月怀远的 情思表现的是 韵戒 深沉 那么 由此大家可以来 简单猜一下 这首诗表达的 作者什么样的 思想感情呢 我们来看 十个主题 十五夜望月 通过描写 中秋望月 冷清 寂寥的 情景 那么前两句 他描写的景物 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 非常的 冷清 非常的 寂寥 那么表达了诗人 思念家乡 怀念 亲人的 思想感情 我们都知道 八月十五 中秋节呢 是团圆的 季节 对不对 那么诗人呢 都在赏月 而作者通过十五夜望月呢 来寄托自己对家人的思念 以及怀念之情 那么这里边呢 表达的作者 思念家乡 怀念亲人的思想感情呢 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重点 我们来看这节课的拓展阅读 敬夜思 堂 李白 这是我们小学呢 就已经背过的文章 对吧 那么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巨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依旧是望月思乡吧 我们还可以搜集一些 其他的望月思乡的诗歌 来进行体会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